我們明天早上幾點開始? 九點以後? 對 哦,你的時間,按照你的時間,九點以後 對對對,您覺得什麼時間合適呢? 因為明天是做六十四圈的那個安排嘛 然後你的講座內容可以一個小時就 早上的講座內容十個小時就可以了 您覺得 一個小時 對 應該幾點開始? 哪點? 你說九點 九點以後? 九點半還是什麼? 九點還可以吧 按照你的時間,九點 對 九點,這裡的時間是六點半 對 很早了 六點半 對,九點半 對,九點半到十點半 然後之後我們可能就前天的內容了 中午十二點鐘 蘇貝舟會怕不怕不怕 拍了一個片卡的節目 一個小時 然後到晚上 那時候 你看到我們的側階 是四點半邊的 三點多就可以嗎? 我們時間三點多 三點 三點半 對 對 半小時 就是下午 一天 對 下午一天 對 下午一天 好 我們做一個結束的課程 半小時或者五小時都可以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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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jnana tamirandasya jnanjanjanashalakaya caksuru nilita n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 vanchakaupata rubyasyakripa sindupayevacah patitanam pavanebhyo vaishnavibhyo namo namah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hri advaita gadhadhar shrivasa digur bhaktavindh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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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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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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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so this morning we were speaking about the why we have no attraction for the holy name of Krishna krishna 今天早上我们讲了 为什么我们 对 krishna的圣民 没有吸引 what chaitanya had described in the second verse of the shikshastika that we are very unfortunate because we have no attraction for krishna's holy name chaitanya chaitanya 在他的八訓规的第二个诗节里面描述到 这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太不信 所以没有被圣民所吸引 而且我们还认同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物质的衣服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物质的衣服 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物质的衣服 我们依附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不同的地位 我们依附于我们的家庭 我们还依附于我们的家里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衣服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衣服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这会影响我们去到 krishna的内里的这个情况 第二个影响我们没有被圣民所吸引的原因是我们自身的软弱 我们没有那么有力量去控制我们的心意和感官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坏的习惯让我们远离 krishna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种软弱是我们非常喜欢看电视 我们也喜欢看电影或者喜欢看电视剧 还有一些人的软弱是早上起不来 他在早晨的时候喜欢多睡 或者说他睡觉超过于他自身所需要的时间 这一种内在的软弱都阻碍我们发展出对 krishna的爱 接着我们就讲述一些关于有一些冒犯影响着我们 影响着我们没有对圣民那么有息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种冒犯我们认可的第一个冒犯是冒犯主的圣民 还有和奉献者相处的时候产生的冒犯 还有和奉献者相处的时候产生的冒犯 以及在崇拜神相的时候产生的冒犯 嗯, sometimes devotees… sometimes we're we're given a deity somebody may come and give us a deity they may give us even a shalagram shila or they may give us some deity which they have, which they don't want and they give it to us and we think, oh, how nice they're giving me a deity 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们一些神像 他们无法崇拜的神像 或者说他们非常喜欢的神像给我们 甚至他们会给我们圣口让鸡了 我们会觉得 哦 这是非常好的神像 我们开始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个神像 但是呢 当我们开始去崇拜这些神像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很难以保持我们的标准 所以我也经常告诉一些奉献者 当有人非常愿意把他的神像给你的时候 你也要仔细 要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坚持保持住你的规范 你的标准 我们还讲到了这些不同的冒犯 它是如何的影响着我们 我们在Krishna直觉之中失去了信心 然后开始批评奉献者 如果我们开始批评奉献者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不仅是对主Krishna的一个冒犯 也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奉献服务 也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奉献服务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规范修习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规范修习 撒旦的修习之中不是那么的 主意或者是严肃的时候 这样的情况也会影响我们 我们还会认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年长奉献者 一个精进的奉献者 这些其他的人他们都是一些新人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一些什么 在干一些什么 我是精进的那位奉献者 我们对这些所有的前面的这些事情都得非常小心 这些事情都会影响我们的奉献服务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instructed one of his disciples one of the Goswamis named Raghunadas Goswami Lord Chaitanya told him do not talk or gossip like people in general or hear what they say 主 Chaitanya 给其中一个他的门徒 Raghunadas Goswami 告诉他给他的一个讯事是 不要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谈话 也不要去聆听他们谈论的那些很普通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来让我们在Krishna直觉之中保持健康 because actually devotees we're so busy we have so many things to do in the service of Krishna 事实上我们的这些我们奉献者在Krishna直觉之中 都是很忙的在忙着为Krishna做服务 we have many rounds to chant 我们要练很多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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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听到你们明天 听说你们明天要练诵六十四圈 这就意味着你们明天至少可能要练过六十四圈 我们得花八个小时的时间要花在念诵上 通常我们花两个小时念诵十六圈 通常我们花两个小时念诵十六圈 当然也有一些人念得很快 我年轻的时候也练得很快 现在我已经年纪大了 我腿练得慢一些 我们练诵需要花一些时间 我们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去阅读书籍 然后我们有读读读 然后我们有读读读 就像 you know Asita Krishna Maharaj was giving class 然后 Chandrasekhar Prabhu came and gave class 然后我一直在讲 所以你们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听课 除了阅读书籍之外 你们还需要去听很多的课 比如说 Asita Krishna Maharaj 以及 Chandrasekhar Prabhu 还有我 还有很多的奉献者 他们都会讲课 你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听课 哪里还有时间去闲谈呢 你们甚至经常都没有时间去吃饭呢 我希望你们能够管理好时间 能够有一点时间晚上好好地休息 如果你们的休息不好的话 你们很难在念诵和唱诵的时候保持专注 今天晚上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这个不专注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经常容易犯的一个包袱 也是一个很难的 冒犯 据说由于不专注其他所有的冒犯都随之而产生 请大家在进来的时候能否静音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产生那么多的背景音 如果我们想提升我们的专注力 如果我们想提升我们的唱诵的话 我们想提升我们的专注力 让我们的心总是专注于聆听和唱诵 让我们的心总是专注于聆听和唱诵 我们不专注有一些原因 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Bhaktivinoda Thakur discusses it in his book Harinam Chintamani Bhaktivinoda Thakur Bhaktivinoda Thakur 在他的声明点击时里面很详细地描述了我们不专注的一些原因 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过Bhaktivinoda Thakur 在马亚普这个阿弥陀境的很近的地方 在马亚普这个阿弥陀境的很近的地方 就有Bhaktivinoda Thakur的住址 在他的住址 在他的家的顶楼有一个小房间 那里就是他念诵的地方 据说当他在念诵的时候 他会给自己盖一个毯子 让他很专注地在那念诵 因为当他把毯子给盖在头上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看什么也不会去想什么 这样他就能够更专注于圣明 但是问题是我们仍然有我们的心意存在于那里 我们的心意会产生很多的想法 我们或许能够盖住我们的脸也盖住我们的眼睛 但是我们无法盖住我们的心意 让他不要去思考 所以有一个奉献者在一天早上就问圣帕帕的 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 我们的心意应该怎么办呢 圣帕帕的回答是 你用你的舌头去唱颂 用你的耳朵去聆听 这跟你的心意倒没有什么关系 你只是用你的舌头和耳朵去唱颂与聆听就好 如果我们专注于只是去发声 好好地去唱颂 用我们的耳朵好好地去聆听 那就不产生以上麻烦的这个问题 然而这样的有时候也会产生 就是说这些问题仍然会产生 都是由于心意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学习如何去忽略心意 事实上学会忽视心意是提高我们唱颂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心意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就一边念诵 就是念着念着就被我们的心意给带跑 所以我们有三种原因导致这种不专注 就是有三种原因导致这种不专注 第一个就是导致这种分心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这种兴趣。 我们认为唱颂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念着念着想着别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我想着Krishna,如果我还想着我的女朋友,我们还想着我早餐要吃什么,这些都没有问题,我可以一边念诵一边想着这些问题。 但这就是不专心的念诵。 这就是不专心的念诵。如果我们怀着这样的念诵,不专心的念诵,我们不会在念诵的过程中得到Krishna Prima,因为这是一种冒犯。 你们都想要Krishna Prima,对Krishna的爱吗? 没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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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Krishna Prima,对Krishna Prima,对Krishna的爱。 我们只可以虚掉我们的罪恶反应,但是我们无法获得对Krishna的爱。 只有在我们唱诵的过程中没有冒犯的时候,我们才能发展出对Krishna的爱。 所以导致我们,就是由于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就导致我们不专心。 有一些人经常也会说,不要那么严肃认真,不要那么严肃。 噢,你们起这么早,然后你们也不吃这儿,也不吃这儿,也不吃这儿,也不吃这儿。 你们也不吃那儿,你们也不做这么多的我们做的这些坏的这些事情。 你们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搞得这么严重呢? 不,我们就是要认真,因为我们想要得到Krishna Prima。 我们必须告诉Krishna,我们有一个很强的想法,要得到Krishna Prima。 不,我们就是要认真,因为我们想要得到Krishna Prima。 我们需要严肃认真。 我们说有三个原因导致我们的不专注。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那么在意,我们不那么严肃认真。 我们没有把它很认真地对待。 第二个导致不专注的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地懒惰。 这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早上起不来,其实就是懒惰。 有一些人甚至都不念诵的,其实就是他太懒惰。 他说我就念一圈,一圈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先辈的灵性导致给予的迅使。 我们通常说Krishna是给予每一个人的,但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有一些人也不是圣啪啪的所需要的。 圣啪啪的说我们不要那些疯狂的人,我们也不要那些懒惰的人。 圣啪啪啪的,在1960年或70年年,1960年到1970年那个时候去西方,去美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 有很多的西皮士加入。当时的那些人,他们确实还吸着毒品。所以他们有一些是非常疯狂的。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以来庙里荣耀菩萨的。但是通常情况下来说,这些人他们很难被训练成为奉神。 好吗? 然后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疯狂的东西。 第三个导致我们不专注的原因是,我们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所分心的。 而这样的一些事情,和 Krishna之觉与风外瑜伽毫无关系。 这是所谓的原因。 如果陈白均有关系来说,我曾经问和信息。 看来说,如何咱们不离粗呢? 我曾经问问计者,我曾经问问什么我不需要? 您曾经问问问问,如果您不离联名的话。 然后我们您母亲指望在中国回头。 说我 kalau我们不离联名的话。 所以筛提问问。 您这是确定吗? 您可以说,是吗? 您的信息。 你是什么? 有一次我就問這個奉獻者,你念誦的這個情況, 蘇珍媽的體就告訴我們說,我們不要一邊念誦一邊拿著手機。 我們是非常容易被我們身邊的事物以及人所分心的。 因此我們在唱頌的時候能夠有一個好的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樣能夠幫助我們控制住心意。 當然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就是,有一些人有孩子,比如說特別小的小嬰孩,或者說小朋友,這個母親需要照顧孩子。 你無法期望一個母親,她能夠一邊很專注的念誦,一邊又能夠很專心的照顧好孩子。 小朋友都需要這個母親的注意力和關心,而這個母親也應該給予小孩關心。 所以最好就是當小孩睡覺的時候,我們在那個時候去念誦。 當然其他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去念誦,或者Kirtha,或者和小孩一起去唱誦。這些都是很好的。 但是當他醒著的時候,我們無法做這種專注的加把念誦練習。 就是像我們有小蟻蟲。 他們跑到全面,跑到全面,跑到全面,走到全面。 所以我們的心,我們的心變成這樣。 是,像有小蟻蟲。 我們有小蟻蟲。 像我們唉唷、有小蟲。 小蟻蟻。 小蟲。 像,這些蟲。 上上下下跳,飛來飛去。 也很打擾我們的心。 要让我们把内心专注于圣民是一个很艰难,很难的事情。 我们需要理解更轻易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或许现在还无法控制心,但是我们也了解心意它的本性是怎样。 我们也要识别心意它的愿望,它的想法,它的可恶。 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忽略心意,忽略心意的这些想法,这些愿望,而只是专注于聆听与唱颂圣民。 就像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运用我们的舌头去唱颂,运用我们的耳朵去聆听。 在先前的课我们讲过书帕,圣书帕购斯瓦米有一个非常优美的祈祷文。 他说,我渴望有成千上万的耳朵和嘴巴和舌头去聆听与唱颂圣民。 他说,当圣民能够进入到内心的时候,它能够征服心意。 随后所有的感官都会失去力量。 我们需要发展出那样的对圣民欣赏和感激之情。 而为了达到圣书帕购斯瓦米提到的那种层面的念诵,我们需要有决心。 在伯家梵歌中,圣帕帕德讲到的一个小麻雀,它是如何的有决心。 这个小麻雀,它的蛋被这个海水给卷走了。 所以,它发现它的蛋没了之后,它就发下了这个誓言和决心。 它要把这个海水吸干直到这个海,能够把它的蛋还给它维持。 所以,所有的其他鸟们都笑了。 但是,信息来到Garuda。 当Garuda听到Garuda的小麻雀, 如何他那么担心, Garuda来帮助Garuda的小麻雀。 在在Garuda那里,其他的麻雀的小麻雀,就嘲笑它来。 在信息到Garuda的大鸟那里之后,Garuda就决定帮助这个小麻雀。 所以,这个大海就决定把小麻雀的大海尖帮助小麻雀。 这个要点是,我们也必须非常地有决心,想要在念诵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我还记得当我在服务菲律宾的时候,就是当我在圣唐玛达菲律宾指导下,在服务菲律宾的时候,有一个菲律宾的奉献者他每天念诵过程中获得成功。 这个帕布每天至少念诵三十二拳,有些时候他念诵六十四拳。当圣唐玛达菲律宾知道这个帕布每天念诵很多圈的时候,他们的菲律宾就说,我知道你每天念诵很多圈,我很满意你的数量。 但是我也希望,我也想要你的念诵有质量,不仅要有质量,而且要有数量。 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我们也要花,让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正确地专注在神称的声音。 当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我们也要花,让我们的心意更多地专注于聆听和念诵这个圣名。 通常你们是用出文发音,发送这个圣名的声音,我们是用其他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念诵这个圣名有一定的方言的声音。 在这个曼陀罗之中有一些特定的音笔。 我们是用其他国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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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里面有四个音节。 Hare Krish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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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Rama Hā-Re-Rā-M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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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yes. There was a devotee, a great devotee of Lord Chaitanya Mahaprabhu. So he was asked, what is your mantra that you're meditating on? So he said, I meditate on the four-syllable mantra. So he said, the Lord Chaitanya said, or his devotee said. Oh, okay. So the four-syllable mantra was Gā-O-Rāṅgā, Gā-O-Rāṅgā. And Śrīla Prabhupāda explains,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chanting Gā-Rāṅgā and Hari Krishna. Because Gā-Rāṅgā is a combined form of Rādha and Krishna. And when we say Hari Krishna, Hari Krishna is the same as Rādha Krishna. 我們在呼唤着 Krishna,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我们在呼唤着 Krishna, 我们希望 Krishna能够来。 。 Prabhupāda said, devotee chants, it's like a little child who is separated from thei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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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们奉献者的念诵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与他母亲的分离,与他父母的分离。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小孩子的,你们也知道当你们的小孩子呼唤的时候是怎么样。 或者说你们的孙子,孙女,当他们在哭着呼唤你的时候,你能理解这个状况。 我们变诵Hara Krishna这个曼陀罗的心态就像小孩子在呼唤他的父母里。 有一个婆罗们他遇到森林,那个时候刚好到他念诵Gayatri Mantra的时候。 于是他就在森林的道路上就开始坐了下来,开始念诵他的Gayatri Mantra。 当她开始念Gayatri Mantra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冲过来,向她冲了过来。 当这个女的冲过来的时候,她把这个婆罗门给撞了一下。 但是呢,这个女的也没有道歉也没有停下来。她继续在这条路上飞快的就冲着往前跑。 所以,这个婆罗门就非常不舒服。她觉得这个女的行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她把我都撞成这样了,但是她也没有停下来,然后她直接还走了。 当这个婆罗门念完她的Gayatri Mantra之后,她就继续在她森林做了她自己的事情。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女的回来了。 这次,这个女的回来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 翻天的变化。她变得非常的温和,非常的友好。甚至这个婆罗门顶拜,跟这个婆罗门亲身信誉地说, 哦,亲爱的婆罗门我能够为你做一点什么吗? 这个婆罗门就跟这个女的说,几个小时之前,你从这个森林里面穿过去, 你当时把我都踢到了,把我都撞到了,而且你当时就走了。 但是你现在回来了,为什么你现在又变成这样了呢? 这个女的就说,这个女的就非常的害羞。她抱着自己的头。她说,哎呀,非常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这个女的就非常的害羞。她抱着自己的头。她说,哎呀,非常不好意思。 那个时候,我冲过去的时候,我是要见我的男朋友。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当我们非常依附于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不会在意身边其他的任何人。我们会非常的专注和专心。 当我们在念诵圣明的时候,我们也想发展出这种意义。 我们要发展出,不会有任何事情来阻碍我,来妨碍我,念诵,专注的念诵主的圣明。 Yes. Our faith will be tested. It is the work of Maya, to test our faith. Are we genuine in coming to Krsna? 但是,Maya会给我们测试 和课试,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到Krroleum来去。 MAYA 也會為我們提供很多很短暫的東西,讓我們在KRISHNA的道路上分心,甚至離開這個KRISHNA。 We may be offered a lot of wealth,我們或許會有很多的財富,被提供很多的財富。 We may be given,we may be offered a very nice opportunity to work for someone which is not inKRISHNA consciousness, to take us away from devotional service,and they say come and work for me,I will give you a nice salary,and we become attracted. 或者我們被提供能夠和一個很重要的人跟他一起工作的機會, 他會說來跟我一起工作,但是和貴上直覺無關, 他會說來跟我一起工作,會為你提供一個很好的薪水。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MAYA will do,but MAYA can come in many different ways,to distract us,to take us away from devotional service. 我們不知道MAYA到底會怎麼樣做,但是MAYA一定會安排一些事情讓我們遠離KRISHNA之局。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小心,當我們在念誦聖明在JAPA的時候,我們的心裡在想著聲。 有一個能夠克服這樣不專心的方法是,當我們在念誦的時候我們可以大聲地念誦,這樣至少我們能夠第一次地聽到聖明。 Devotees like Koloveka Sridhar and Haridastakur,they were chanting the holy names loudly. 像Sridhar 和Haridastakur這樣的奉獻者,他們通常的念誦都是也是很大聲的。 And Prabhupāda says,the louder you chant,the more powerful it becomes. Shan Prabhupāda說,你越大聲地念誦,越會有力量。 So when we chant,the lips have to move,we cannot chant in the mind. 當我們念誦的時候,我們的舌頭,我們的嘴巴,我們的嘴唇要動,我們不能只是在心意上念誦。 We're not qualified for that. 我們是沒有資格那樣念誦的。 We have to chant,the lips should move,the tongue should move,there should be sound,then we can hear the sound of the mantra. 我們念誦的時候,嘴巴要動,舌頭要動,我們需要讓我們的耳朵聆聽到我的嘴巴發出的聲音。 One of our very senior devotees,Burijan Prabhu,he describes that when we chant,it's a good idea to focus on one mantra. 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奉獻者,Burijan Prabhu,他提到,當我們念誦的時候,我們要,我們最好能夠專注於,能夠聆聽到一個,in the middle of the mantra. Don't just think,oh,I have to chant 64 rounds,oh,I have to chant so many rounds,just simply think,I have to chant one mantra. Purijan Prabhu說,我們念誦的時候,我們要一個,一個詞一個詞的這樣念,不要想著我要念十六個,我們要念好一個。 I take it,one mantra,one mantra,one mantra,right?Let's chant together,loudly,Hare Krishna,Hare Krishna,Hare Krishna,Krishna Krishna,Hare Hare,Hare Rama,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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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大家一起唸,大家一起唸,Hare Krishna,Hare Krishna,Krishna,Krishna,H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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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Hare Rama,Hare,Hare,Hare. 非常好 非常有力量 非常大声地念诵 在圣典伯加法谈中有这场说 这个卡利年代是充满错误的海洋 但只是通过唱颂主的声明 我们能够跨越无知的海洋 在卡利年代的这一个有力的祝福 能够克服所有的不利 你们甚至不用完美地唱颂十六个曼陀螺 只用完美地唱颂一个曼陀螺 就能够得到完美 就是在念诵的时候 我们要专注于一个词 就是当下的那一个词 不要一次性把所有的词想着都要去专注 在那一刻一个词 我们要求完美地唱颂十六个曼陀螺 我们要求完美地唱颂十六个曼陀螺 我们要求完美地唱颂十七个曼陀螺 我们要求完美地唱颂十六个曼陀螺 我们要求完美地唱颂十六个曼陀螺 你們現在還記得導致不珍珠的三個原因嗎? 非常懶惰 你們都是好學生 我們說 我必須要是 演示 OK,现在有任何问题吗? 你们现在还有问题吗? 大家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机会啊,明天没什么机会。 所有问题都被答应了在喊《 Hare Krishna》。 你看,这就是在喊《 Hare Krishna》。 通过我们的念诵,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这就是念诵圣明的力量。 我们通过念诵圣明,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决。 通过唱诵圣明,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 当我们在念诵之前,有很多问题甚至还有怀疑。 但是当我们念诵完之后,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怀疑都会去除掉。 不是,对,我们在这儿,本经码单机有一个问题。 《 Hare Krishna》。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就是没有起敌的话, 所以你们可以供选圣明的? 如果没有起敌的话是怎样? 可以供选圣像,还可以供选圣像吗? 说照片呢? 尚像,尚像。 是啊 当然,还有自己叫下一位。 耶士师傅福祉福队, 这是我们祂美国时些。 反正好,大霞毒和谢谢。 お以为对生鏡相。 闻人枉的位置 złeren。 什么里,可以供选圣像吗? 这个大霞? 几时是什么地方没有用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要崇拜神像的話,正常的神像的話,你要第二次起敵。 如果你沒有第二次起敵,你不夠資格去崇拜神像。 如果你沒有得到第二次起敵去崇拜神像的話,實際上就好像是和一些玩偶在玩一樣,事實上這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崇拜神像。 就像小孩子,就像有一些小孩子, 小孩子我們會給他一個玩偶,或者說這個神像, 但是他確實不知道如何恰當地去崇拜神像。 這個小孩子他是不懂如何恰當地去崇拜神像。 我們在這個崇拜神像的這個部分也需要抄動Gayatri Mantra。 當你給神像供奉食物的時候,你需要唱頌Gayatri Mantra。 因為沒有二次起敵,你也無法唱頌Gayatri Mantra。 所以你也無法恰當地去崇拜神像。 我們也要知道,在接近神像的時候,有一些必須要的清淨,淨化。 我們需要很嚴格地追隨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念宋十六拳。 有一個廟宇,他們有一天早上在崇拜神像的時候,神像破了。 奉獻者在崇拜神像,早上在崇拜神像,神像而且是大理石的。 他們在崇拜的這個過程中,神像就破裂了。 所以,當他們在做一些調查的時候,發現奉獻者在奉獻,這個奉獻者,他並沒有嚴格地追隨思想的基本原則。 這就是神像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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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類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是廚師,第二個是祭師。 他們應該都得到二次起敵,並嚴格地追隨。 因為廚師,他需要給神像做完的飯,而且還要派發給所有的奉獻者。 所以,廚師和祭師都應該非常的潔淨,或者說靜化,純粹,他們能夠很純粹地休息。 這樣奉獻者就能夠得到很好的菩薩達。 如果奉獻者並不是很嚴格地追隨的話,那麼這個食物不會那麼地有進化力,不會那麼地有力量。 尤其是在廟宇當神像被崇拜的時候,這些都應該被嚴格地追隨。 尤其是在廟宇當神像被崇拜的時候,這些都應該被嚴格地追隨。 當然在你的家裡面,你家就你一個人的話,你可以追隨你自己制定的這個原則。 當你要去崇拜神像的時候,你應該得到允許,以及得到祝福,得到你靈性導師的允許和祝福才行。 而要得到這個允許和祝福,您應該值得被得到這個允許和祝福。 要得到二次啟祝,您必須嚴格地追隨這些規範和原則。 通常我們希望奉獻者在崇拜神像的時候保持簡單。 而保持簡單的,就是希望奉獻者最好去崇拜勾然利害。 您在你們的國家也應該非常小心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並不經常崇拜神像。 當有一些不恰當的人進到你的家,他們也不太欣賞你去崇拜這樣的一個雕像。 對,如果你們不太欣賞你,他們不太欣賞你,他們不太欣賞你。 如果不是,如果不是,我們不太欣賞你。 可以的,照片可以崇拜,可以崇拜照片。 我想知道中西海人学校的人的区别都是学的战区吗? 如果你是非常精进的奉献者,你可以说,如果你是非常精进的奉献者, 你可以说神像和照片它们是没有区别的,它们都是神的。 神像也可以在他的照片里面显现。 所以, before you worship a deity, first you have to worship pictures, and then you become familiar with how to worship and what's required, you have to be regulate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the standard with pictures, and then you practice with pictures, and when you feel you're very qualified that you can keep the standard, then you can think about bringing deity. 在你崇拜神像之前,你最好先崇拜神像的照片。 你随着崇拜神像的照片, 第一个,你先变得熟悉如何去崇拜。 然后你会很规律地要求自己在崇拜神像这些东西很规律地去遵守。 当你觉得你够资格地去崇拜神像, 而且能够做到很快地去崇拜的时候, 你再去要求去崇拜神像。 当然,在你崇拜神像照片的时候, 你是无法给神像的照片去穿衣服的。 你无法给神像去按摩他的莲花族, 你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你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也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你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你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你无法给他按摩莲花族。 当你有神像之后, 你可以给神像的莲花族按摩。 但是有一些人在崇拜神像的照片的时候, 他崇拜得非常好, 而且有非常高的标准。 那天非常高的大部分。 9�1. 彩国大人想像他帮国大人, 你可能会为神像有了相产。 然后聐革, 还会为神像动物、 产生上大人想。 然后神像风一字一字的文字, Krishna 会以不同的元素来到我们的面前,比如说他会以绘画的,就像照片绘画这个元素,他也会以木头的元素,他也会以金属的元素,他甚至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心意里面,我们可以在心意里面去崇拜主 Krishna。 圣爸爸的说,那些在心意里面崇拜主 Krishna 是针对那些Sanyashi,因为他们需要旅行,需要全世界旅行,让他们带着神像,全世界旅行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他们可以在心意里面崇拜主 Krishna 是针对那些Sanyashi,因为他们需要旅行,需要全世界旅行,让他们带着神像,全世界旅行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他们可以带着神像。 在心意里面崇拜主 Krishna 是针对那些居士奉建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家里面崇拜主 Krishna 是针对那些居士奉建者。 圣爸爸在那个时期他不是特别的渴望每一个奉献者家里都有神像,他更渴望的是奉献者能够去到庙里,能够去庙里做一些服务。 如果所有的奉献者都能够来到庙里一起做服务,一起去服务,一起去崇拜这个神像的话,他们能够把神像崇拜的标准提高起来。 所以在我们的伊斯康有一些庙里,他们做这个崇拜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排班表,有一个值班表,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去崇拜神像。 当我在中东的时候,我在那里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奉献者,有一个男的,他是来做蒙哥阿提的。 当我在中东的时候,我在那里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奉献者,有一个男的,他是来做蒙哥阿提的。 不是有一个男的,每天有不一样的人来做蒙哥阿提。 每天有不一样的人来做蒙哥阿提。 他们有一个值班表,每一天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哪一天是不同的人。 在白天的时候,女士就来了。 因为白天的时候,这些男的需要去上班。 当女士来的时候,这些女士,这些妈的姐就给神像换衣服。 就这样他们在崇拜神像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标准。 当然,每一个月女性都有逆假,在逆假期间,这些女士不应该给神像去做供奉。 她们也不应该去神堂那里。 这个天使是在庆祂上。 特别。 这个是提前对神经的字。 是说我传奇的。 这个是说我传奇的。 这些毛病。 这是说我传奇的。 在历 guyare和祂说我扰。 這個在《佛佳凡歌》九點二十九章第二十六師節裡面描述, 是《Vishvana Chakravati》的他的評著裡面有描述到。 如果你有奉愛的話,你會非常小心你的捷徑。 這就是說,在你觸碰神像之前,你得沐浴。 如果你被溫了,你不應該去觸碰神像。 好嗎? 好嗎? 這裡有些問題。 這是您的。 Kari Krishna,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您講的,我們需要理解心意的需求是什麼? 包括理解心意的本性是什麼? 然後您接著又講了,我們應該忽略心意。 我不太理解這兩個之間的關係。 一個是需求我們需要了解,另一個我們需要忽略。 在詳細節,您説明正在學生中,我們應該考慮了解決心意的問題。 a know also the nature of the mind father later you also said we shouldn't negative Cortana mind neglecting active nigga that minor so these two things things contractor reduction what's th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ll right well the nature of the mind 了解心意的本性,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心意的本性,它是如何影响你的,什么时候影响你的,你不了解它的本性的话,你怎么样能够知道如何去忽略它? 嗯,有些时候我们被心意所打扰,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被心意打扰,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被心意打扰。 Oh, I'm so upset, I'm so angry, I'm so angry, why are we so angry? 我非常的悲伤,我非常的愤怒,但是我为什么非常的悲伤又非常的愤怒呢?是因为我被我的心意影响。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它心意,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它如何影响我们的。 第一天我们非常的开心,后面我们就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 这个都是心意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知道心意,它是如何活动的,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心意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了解心意的本性,心意它是如何行动的,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忽略它。 就像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快乐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痛苦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意。 我们不要认同心意,也不要被心意所打扰。 我们不是这个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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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个心意。 如果你们如果去读圣典伯家瓦谈的话,可以去读第十一章。 第十一篇,这里面讲到一个婆罗门叫Avanti的这个婆罗门。 他知道如何去忽略心意。 Hare Krishna, Gurude, here have some two questions, or three questions. Thank you, Gurude. Can we next question? Okay. Next question from Chantana, Madhati. Hare Krishna,鼎拜, Gurude, 我们因为物质依附自身的软弱和一些冒陷,不被圣民所吸引。 请问,Guru,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让我们被圣民吸引呢? Hare Krishna, obeys to Guru, 今天我们提出了三个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被圣民吸引, 我们没有被圣民吸引, 因为我们被圣民吸引, 因为我们被圣民吸引, 我们被圣民吸引, 所以我请问你,Guru, 如何我们应该做, 所以我们能被圣民吸引, 可以被圣民吸引? 所以我们需要在做服务的时候不带冒犯。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冒犯是什么, 让我们避免这些冒犯。 我们也需要了解我们自身的软弱在什么地方。 而一个奉献者恰当的行为举止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听这些事, 我们学习什么, 什么要避免, 什么要做, 什么要做, 什么要做。 通过聆听这些, 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聆听这些, 然后我们就避免到底什么该, 什么应该, 什么, 就是避免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提及了, 我们应该理解解我们的理想法, 我们也学过,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哲学。 我们要知道这个臣服是什么意思, 奉爱服务又是什么意思。 有混合的奉献服务而且还有纯粹的奉献服务。 我们希望来到纯粹的奉献服务的层面上。 在纯粹的奉献服务的这个层面上还有不同的纯粹奉献服务的层。 在纯粹奉献服务里面有讲到, 有奉献服务的奉献服务, 有狂喜之中的奉献服务, 还有纯粹奉献服务, 这些都是纯粹的奉献服务, 但是是不同的层面。 在这本书里面同样还提到有不同的冒犯, 有在做神像崇拜的时候的冒犯, 有在念诵圣名的时候的冒犯。 是否已经是在念语圣献服务? 很高兴见语圣献服务, 长期的好久不见。 好的,感谢您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有。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我们在大节日沐浴神像哥尔尼泰会让现场所有的奉献者参与神像沐浴。 有的是新人没有沐浴,没有遵守人规则, 可以给他们仁慈一起服务沐浴神像吗? 有的基礼传统。 有的基礼传统。 在碧监祝,我们通过伙训的基礼传统。 在大力祝福里,我们在大力祝福里的基礼传统。 在大力祝福里,学生和各地基礼传统。 有的基礼传统。 但是,一些新人的基礼传统不回復规復的正常常。 so can we give the mercy to them and let them to facing the deity yes if the management agree then they can do it如果管理者可以的话是可以让他们做 okay um next question from uh what we made if the if the harry krishna okay okay 像您刚才说的,通过参征证明,我们的问题都被净化掉了,没有问题了。 所以,希望明天我们做这个六十四千天生呼噜给我们祝福者,让我们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家庭。 呼噜给祝福吧,给祝福。 好的。 今天,现在已经已经有四十多时间了,所以,您说,说已经在质量的中心, 所有问题和问题都会解决我们。 我们可以质量的六十四十四十八十四十八千。 我们应该明天几点早上来,明天几点,我们同意什么时间? 九点半,是你的时间吗? 你的时间九点半,我的时间几点呢? 九点半,明天早上,九点半见。 Srila Prabhupad ki! Jai! Kor back to Vrindaki! Jai! Hari Bo!